超多 強強 強強你票數超多 但迷史票你反而強強 加私家也是 我覺得這是 就是大便賽車上面嗎 可是我現在是 他昨天又傳那個FB來騷擾我 我覺得你需要一點時間 你要先把它改變掉 你以往對他的一種方式的時候 你全部改變成另外一種方式 對 因為以前這個方式 更吸引他來攻擊 因為他會吸引的 他會覺得說 你叫自己跟他在互動 你看艾力克斯剛剛那個興奮說 他看到了這個HP 會讓他很興奮 不然你就找一個牧師 他全世界搞不好就是你 就是這件事情 他每一天早上起來 就是要 要讓你有感應 他想像有很多基金會 都不用花錢的 你現在找律師或醫師 或者任何專業人士 都不用花錢 因為他們非常樂意去幫我們 搶檢查這樣 這種太多的 我們看過太多 而且你還好你是告了 還會繼續告下去 有些婦人他是告了以後 又被說服了 又不告了 所以我們常常碰到這種 反反覆覆的受害的女生 我們常常鼓勵他 要有勇氣做對的事情 是 真的要改變 不過其實以後 我們或許也可以建立一個網絡 就是比如說有暴力的 有強暴的這些 其實可以把他們的照片 資料都PO上去 可以這樣嗎 有 我們會鼓勵 把一些有前科的 不過因為法律 還是保障一些人權 所以我剛剛 西仁小姐講得很好 問他怎麼對待 或他怎麼看待他的前女友 那個其實話都知道說 那以後我如果變前女友 我會怎麼樣的人 不過我覺得剛才 好像三位都是蠻 劇烈的 不是 聽起來都是蠻 所謂犯賤一族的家族的前女友 因為你看看這四年 就是一年多 那開車開了兩年了 你看我說那個平均七個月 我覺得他們 你室裡面把那個平均值拉大的 所以其實 沒有 可是那個問題是 那個一年很快就變四年 假如你沒有做到 你應該做到 要不是他沒有 我都沒有要聯絡到你 可是他會聯絡到你 對 他一直在聯絡到你 他還是找得到你 假如我是他 我很容易找到你 我就一直打 非常乾淨 譬如說他打給你這電話 永遠都打不通 他才可能會去找新的目標 不然他就一直會覺得說 你對他還喜歡 對 有可能 他會覺得你還在乎他 真的 我覺得有時候 這種東西是 要互動不要再繼續遊 一點都不行 因為經過已經超過11點了 你沒有給他一個正確的回應 或者他約不到你的話 他會自己幻想 他剛剛寫我愛你 或者他傳一個什麼 心心 愛心 你只不要回他就覺得 他接受 他接受 大家都是為了保護你 大家都是為了保護你 希望所有在愛情當中 你學到一些事情 不一定要用受傷來學習 還是要 對 還是要先知先覺一點 對 我說